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包括有到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都是很开心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 那一个小孩 真的让我非常非常 伤心很过 在医院里面检查 说到复必烈 做流产的时候 我都在想着 我说孩子是不是妈妈把你给杀了 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后面我坐路子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当时让你对她的这种信任感 大大的折扣吧 本来以为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的来临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 我觉得以后的 可能什么事情都会往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无愿违 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 她还是经受不了外面的那些诱惑 所以我毅然决然地选择 跟她分开 现在真正离婚呢 才发现这个生活不是想象的那样 没有她的日子 绝对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给我一个机会 给小孩 给我们这个家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 离异家庭的男主人 他今天为一个机会而来 各位掌声请福他们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海 32岁来自湖南 是音乐培训老师 女主人公小牙27岁 同样来自湖南 也是一位音乐培训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我们的男女主人公 手里都提着一只箱子 在箱子里装着 是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的秘密 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 公之于众吗 愿意 我愿意 好 谢谢你们 什么时候离异的 7月27 2013年7月27号 对 今天来是希望 我今天想他再次求婚 我希望他能跟我回去 看小片的时候 其实挺为你落泪的 第一个孩子在府中的时候 就没有了 对吧 28周 28周 对于一个妈妈来说 好伤心的事情 那现在是有了第二个孩子 是吗 我们的第二个宝宝 现在已经 一岁半了 吃个千斤 提起孩子 女生都是眼泪 我相信家里一定发生了 特别大的事情 她才有勇气要往这一步走 她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她出轨了 这个是我跟你解释了很多次 就连你身边的朋友 你身边的那些兄弟 还有我身边的那些姐妹 他们都知道了 甚至我的姐妹还跟我说 小海旁边有一个这样的女孩子 她说好像他们两个的关系 好像有一点不太正常 你稍微注意一下 当时我朋友跟我提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在孕期还没有生第二个孩子 我当时我直接就回他们 不可能的 我老公很爱我 他不会背叛我 你们说的话 我绝对不会相信的 我只相信他一个人 慢慢的时间久了 我就发现 他会经常一出去 就是两三天 跟我结识的理由就是 他要出去工作 后来有一次 我帮他去 招他的那个花费单 我发现了 他那一个月的花费 将近有五百块钱 我说不可能会收这么多 你们肯定是算错了 一打出来 我看到那些 当时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想 就那一个陌生的号码 频繁的通信 感觉好像他们一天到晚都没有断 你们只是聊得来的朋友 比较投机吗 可能是聊得多了一点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朋友 能够让你一天 那么久的电话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基本上天天都有 除了电话 就是短信 我觉得这应该是热恋中的男女才应该会有的情况吧 我其实当时我的还是憋着的 你没跟他谈 我希望他是那种会自己回家的男人 后来他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你做了什么 就是有一天我的那个朋友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 然后当时我们在看电视 怕影响他们 我就跑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接电话 他就跟过来了 他就 明明是做贼心虚 非说怕影响 我当时我就质问他了 我说你当时是给谁打电话呢 因为他平时所有的业务来往 所有的电话他都不会背着我接的 基本上他所有的事情他都不会瞒我 而偏偏他一接到那个电话 马上就蹦到厕所去了 这不明显他心里面有鬼吗 我特别气得质问他 我说你当时是给谁打电话呢 他就在那支支吾吾支支吾的 最后我实在气不过了 我直接把电话抢过来 我就按到那个号码 我就回播过去了 结果 那个女孩子直接就讲 他喜欢我老公 他也喜欢他 他们两个在一起 有一段时间了 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别是跟他 哇你行啊 外面的都敢摊牌啊 我啥他们两个心都有 不知道不知道 我当时我就 带着孩子拿着东西 我就回娘家了 是在一起了吗 没有 我们就是朋友关系 单纯的朋友关系 你会那么频繁地 介绍他的工作吗 人家一个女孩子 在外面奋斗也不容易 但我问你 那你为什么还给他送花呢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送花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我们在外面 做一个演出 刚好那个女孩子 那天过春日 我们现场就是有观众 跟上面的演员送了花 大家开玩笑 就是来的那一束 别人送上来的花 去送给他 不是我自己的本意 去买了什么 那么多的男孩子 谁去送不行啊 非得要你去送 不是我们关系比较好吗 那我再问你 我听你兄弟说 你有好几次 你跟他两个人 一做完活动 就双双消失了 你的那些乐器 你的那些衣服 全部都是你兄弟 帮你拿回来的 你知道吗 那个是 他当时演出的时候 突然肚子痛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经常突然肚子痛啊 那不是有那么几回是吧 你不觉得 你作为一个 有家世的男人 这样平凡的 对一个女孩子好 是很不合适的吗 就是因为这些 所以你选择了 跟他离婚是吗 我已经原谅他过一次了 就在我第一个孩子 那个时候查出来 失腹病恋的时候 我到医院里面 去做了银产 医生的那个针打下去 我真的当时 我的心情都快要崩溃了 我作为一个妈妈 我真的 我真的难以 难以承受 偏偏在那个时候 我还在做小月 她竟然跑去 跟她的前女友 去优惠去了 不是约会 是 也是人家过生日 然后 什么都是生日是吧 你就狡辩吧你 当时 她也是 刚跟她男朋友分手嘛 然后一个人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希望我能够去陪她 过过生日去 对你倒是挺博爱的 对老婆是薄 对别人是薄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我们真的没什么 只是朋友关系 那为什么我 从你回来的行李里面 我发现了一张 七天连锁九月的 会员卡呢 你怎么解释 我们到外面去 肯定的要睡觉啊 不可能说不睡觉啊 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样的一个男人 我要如何再去信任他呀 好好好 这恰恰是我想问的 婚眼离了 干嘛你今天还来呀 我其实还是 看着孩子的肥爽 是看着孩子 还是自己放不下 都有一点好 她描述的是事实吗 我也不解释吧 我觉得 我再度地解释 她可能觉得 你错没错啊 我今天既然过来了 我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人离了 也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 当时离的时候 可能觉得很解脱啊 有着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我才发现 只是我的生命中 真的不能没有你 是 你生命中 是不能没有我呀 你想想看 结婚五年来 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做呀 我再问一句啊 那个平凡打电话 特别好的一个女性朋友 现在在干嘛 我们现在也不怎么联系 我们两个离婚的 最直接的原因 可能还是犹豫她吧 然后我自己确实 又是说这段时间 我反省了很多 我们两个离婚了以后 你还跟她在一起了 两三个月吧 你是不是跟她 觉得跟她在一起 你的生活 不再是以前那样了 你没有那么轻松的 你才回来找我的呀 不是那样的 她的两次背叛 都是在我运气 我真的很想问一问 在座的老师 就是说 当你们处理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所有运气出轨的男人 都是值得女人原谅的 我是不是应该原谅她 我为什么要原谅她 就是实际 还处在一个迷惑期里 是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我们这段感情 接下来难题 就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 秋季色混战 我不想说 你们该怎么做 我举两个 我听过的 或者见过的例子 给你们听吧 我当年在安徽播新闻的时候 有一天 那是一个名声新闻 把我吓着了 一个女人在我们当地的一个五星级酒店 从28楼直接跳楼坠下 然后在她跳楼的那个房间 一个女生被杀死在现场 经过警方的调查 是因为这个女人 怀疑她先生有外遇 从美国 她在陪赌 专程飞到合肥 从老公的手机里 调到这个女孩的电话 把她约到了 我们当地的一个酒店里 之后在酒店里 到底发生什么 没有人知道 最后一幕我记得很清楚 调出酒店的监控 是电梯关上的那一瞬间 门还夹了那个女生一下 然后电梯打开之后 她就敲那个门 进去之后再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她给自己的哥哥发了一个短信 说我终于找到那个女的了 这个女人杀了人 而且她自己没命了 她的孩子还在美国 一个14岁的孩子还在美国读书 从此之后没有妈妈了 而父亲是一个间接杀死妈妈的凶手 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不知道她未来的成长会是什么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萍水相逢了一个女孩 当时她跟我说到她非常痛苦 有一段时间情况跟你们很相似 她说她发疯的每天晚上开着车到各个酒吧 叶总会去找她的老公 哭着求她回来 别这样 孩子那么小 这样的经历大概有两三个月之后 她放弃了 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孩子和自己的事业上 事业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她其实跟老公已经分居了有一年了 突然之间 那个人回来找她了 百般地哀求 不愿意离开她 她问我周群 她说你见过那么多在节目里的人 她说男人到底在想什么 我觉得男人在想什么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是否像恋爱的时候 在享受那种幸福和甜蜜 还是说我们结了婚之后 我们永远盯着的这个男人 他是不是在背叛我 他在做什么 他到底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我觉得这些不重要 关键我们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自己的心 我永远不希望再看到有一个女人 为了爱情 为了背叛的爱人 让自己失去生命 你刚才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问我们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们会选择原谅 还是不会选择原谅 我现在帮你问一下 我后面这几位观众 你们会选择原谅还是不原谅 不原谅 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 那是因为他们太年轻 还没有婚姻 还没有经历婚姻 还没有孩子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 就是男生他一直都没有认错 他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做的 这件事情有多过分 我现在不能去判断说 你跟那个女生一定有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我想有一个关系 它一定是存在的 那就是你和那个女孩之间的暧昧 你冲上台去献鲜花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呢 你跟他一起出差 打着那个漫长的电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 但是直到今天 你依然保持的态度是什么 还是只要不承认 我跟他之间就没事 我只要不承认 我就没有错 但是你是一个男人 你已经是个爸爸了 我觉得当你敢于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的有机会去改正 你如果还是不停的在说 老婆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转机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周围总有一些中年男人 在事业稍微好了点之后 总是会有二婚 二婚之后又觉得婚姻不满意 又要回去找自己原来的妻子 这不是犯贱吗 不放着好日子不过要出去 出去了要回来 为什么 因为在他没有离婚之前 他知道女人操持家不容易 他知道女人生孩子痛 他知道女人心里过得苦过得孤独 但是只有他离了婚 跟了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之后 他才知道原来女人生孩子是那么痛 女人操持一个家是那么难 女人过的日子是那么的苦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赵川 你在微信上的那个微信号是谁 那天应该是你回给我的 就是我在山西面馆吃面 我回给你的 知道吧 我当时我在北京录节目 酒店楼下一个山西面馆 我就点了一碗面 点了一瓶啤酒 然后拍了一个照片 在微信上朋友圈里发了 我上面就写 在外出差 老婆不在身边 一碗小酒 一碗面 老婆你吃了吗 他在后面回了一个 酒虽冷但暖的心 话虽少但暖了妻子的心 为什么有些男人早想不到这一点 你早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你在外面吃饭 你吃饱了 你想想老婆有没有吃 你在外面冷了 你想想老婆有没有冷 你在外面过得好 你想想老婆这个时候过得好不好 你为什么不能想想 你那个时候的心被狗吃了 跟别的女人在一块 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悔改 当你想跟那个女人打电话的时候 你想想老婆你就不会打 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悔改了 哪怕是今天到这来 你都不应该辩解 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回来了 但你放下 我以前经常说这句话 我很久没说 好吃不过家常饭 知冷知热结霸心 饭一次过错 是暂时的遗憾 因此而错过 是一辈子的遗憾 我一直以来的 我的自己的原则就是 出轨一次都不能原谅 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 可是基于他今天的表现 我真的很奢望 很奢望 我内心非常真心的希望他 能够早点理解这一些 张光北老师 有一次来做节目 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他说人的这一辈子 过的就是那么点真情实义 如果连这点真情实义都没有 那就是出事 我好想跟这位小杨女士说一下 刘晓庆最近结婚了 这是她的第四次婚姻吧 我回看了一下 应该一两年前 杨兰对她的采访 刘晓庆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长女性的志气 她说我这辈子的所有婚姻 都是这个男的追的我没办法了 必须强迫我跟他结婚 我才结婚 否则我根本不需要婚姻 我过得很好 我有爱情 有朋友 有事业 有一切 我干嘛在爱情这点事情上 折腾自己呢 我觉得我不是说你不要婚姻 我觉得是学习这种潇洒的态度 为什么一定要觉得 这个人就是我的一切 哪怕他是你孩子的父亲 他也不是你的一切 将来 他即便跟你在一起了 你也无法把控 所以做好你自己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这是最重要的 有一天你要骄傲地告诉他 有没有你 我一样过得很好 我会做到的 陈姐您的话我特别赞同 我觉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请记住你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 要有独立的人格 和独立的生活方式 恰恰越是在婚姻当中 有独立人格的人 我看到的婚姻是更稳固的 全部是分享 没有对错 因为对错已经在人心了 接下来的黄金六十秒 想说什么 就发自内心的跟对方说吧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不重要了 两位请交换你们的女士 请关门 你们认为他们两个人 复合的可能性多大 觉得大的请选赞成 觉得不大的请选反对 有69.23%的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压根就没有复合的可能性 来 女生你选择的是 我觉得她的不可能复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认错态度 不是怎么特别的坚定 我总觉得她还会出轨 谈过恋爱吗 谈过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你男朋友欺骗了 你会疯吗 我不会 我会自己活得很好 来 姑娘 你选择的是什么呀 我选择赞成 因为我觉得女方她还是爱那个男方的 然后觉得男方虽然认错态度不是很坚决 但我看到她很希望她的妻子回去 她希望渴望得到家庭的幸福 好 谢谢你 这就是观众大概的一个想法 最终要选择的是他们自己 那个箱子当中 他们有什么秘密是藏着对方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我不能死你 这是这个节目游戏以来的第一回 男生如果女生不愿意请你把手放开 你是被他抱回来的吗 自己想走吗 我看还是矛盾 这是不是违反节目规则跟并魔术羊 能跑那儿去了 对 还可以绑着人家不走 对 所以你把手放开 你自己来选择留还是走 主持人 我有个要求可以吗 你还提什么要求 什么要求都可以不准唱歌啊 然后 我最爱唱歌的我告诉你 他破坏一切的规则 在生活里你破坏家庭规则 在我们的节目里你破坏节目规则 我来看看女生留的是什么 你自己读一读吧 这是两张全家福 是我对于 咱们这段婚姻最美好的记忆 今天我把它还给你 希望真的想给你做一个了断 然后我要开始我自己新的生活 这是女生的一个态度 我看看男生的箱子 这给你猜中了 一张纸条 你自己念呗 我以前写过很多歌 但是你每次都说 我从来没为你写过一首歌 这是我为你写的一首歌曲 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爱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让我们回到曾经的爱情岁月里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 想要回头的人唱歌吗 因为我觉得唱歌这个方式最没有成 又想用那些原来追女生那种花招 来挽回别人对自己的原谅 歌词是自己写的是吧 对 被风吹过的时光里隐藏着思念 岁月静好 一切都是真实的平淡 白天 黑夜 不断的变换 风花雪夜 替代不了 相默相伴 那时还有一点感觉 现在我要问你的事 你要不要给他这个机会 因为他是把你强暴回来的 男生 请你回去 女生 请你回到你的门里 两位 做自己的选择 请关门 这一扇门 其实挡住了很多人的羞怯之心哦 当门关起来的时候 我希望他做出一个 不违背自己 良心的一个决定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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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声音叫口是心非 来 有请两位 这就算自己的选择了 不是被绑架回来 以后还错吗 一定不 说成对不起啊 对不起老婆 不是 你站过来 你太不严肃了 来 你鞠一个躬吧 就是他觉得他特对不起你 你觉得他可以抬起来了吗 你就让他抬起来了 所以我在想 一个人干嘛要这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还是他俩最幸福 来 把建制给这个叔叔 谢谢两位 请回 你看到了吗 这个男生自始至终没有看过 除这个女孩之外的任何女生 你给人说倒了 摔倒了 对 宝宝没事吧 宝宝 没问题的 帅哥 加油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 当你把这个礼物送给他的时候代表你从内心对他说 爱要有你才完美 感谢 婚红红红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价值万元的婚红射影一套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俩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吧 在家跟我一起来 我爱你 这是我在这个舞台上很少看到忘情的拥抱 这拥抱里面有太多的含义 有一天当你们复婚的时候 生活得真好的时候 带着你的夫人带着宝宝 来我们这唱那首歌 好的 伊林 祝幸福 两位请回 好 谢谢